课本的我们说英文跟中文都有类似的概念 然后他在告诉你说其他语言当然会更多啦 常常要表示Sigler跟Morrow甚至是动词我们都会看到 那这个当然就是 这个这个不管是动词名词 比如说动词的基本的形态改成所谓的未来式 他有一个所谓的puntural rejuvenation 所以常常我们会说一个语言当中 他好像没有一个invariance ethics 去表示某个特定的语法的概念 但有可能他其实就是采用我们可能常见到的可能取决于他的stamp的形状 而决定你要使用很类似的 ethics 的概念 但是只是他的 ethics 会改变在于他的stamp的形状 然后跟着他改变 甚至有时候他做arrational process 可能也有类似的概念 他说譬如从动词 从动词到所谓的buy变成buyer write变成writer的时候 他不只包含一个ethicization的概念 所以这边看到有一个invariance ethics 他会attached到stamp的前面 他还有一个reduplication 所以他involve这两个不同的mortological process 去创造这个所谓的directional rule 他可能不只需要做reduplication 他还要需要所谓的prefixation 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去表达在英文当中 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sotivization 就可以做到的概念 甚至是你看到所谓的compound 也有两个类似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课本讨论到reduplication 他要你去到的概念 这个不太常见 他叫做non-concatenative homology 讲的是什么 他说a rare homological process 那个没有 involves so we're imposing a pattern of balls on the roots that consists only of consonants 那他既然说所谓的reduplication 为什么要去调问他 因为其实他虽然不常见 但他可能会在某个语系里面 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什么叫做non-concatenative homology 他讲的是 这种mobological process 他不是发生在单一的平面上 直接看例子比较快 他可能已经懂在讲什么 他说这个其实可能是所谓的african language 他的智慧的基本的形状 他基本的taten就是这样子的 他把子音跟母音分成两个不同的level 如果你去查他的字典的话 他可能告诉你说 我的语言当中write 这个单字 是这样 k加上t加上b 那你说他们就是这样发音吗 连续发三个子音 他说不是哦 但当我要把这个动词用在句子当中的时候 那这个动词我必须要赋予他不同的实态 不管他是所谓的infinitive 还是所谓的imparative 还是所谓的passive participle passive participle 不管是哪一种形态 我都会把母音放在中间 所以他告诉你说 他的子音组成了字根 the rule of this word 所以他的字 这点里面可能全部都是子音 那你说这个原流母音吗 那怎么可能 他发音原流也都是发一点串的子音 不是 他的母音在另外一层的level 然后会在你使用到这些不同的智慧的时候 放进这个智慧的结构当中 所以我们说他不是平面的 他可能这边是一个 level 1 这边是level 2 那这边都是cosmine 这边都是ball 所以他指引根本在不同的阶层 所以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平面的morphological process 而是两个不同的level 然后在这边发生的一些所谓的interaction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compagnative morphology 那不常见 但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他可能是某些语系 他语言的智慧的正经 基本的所谓的形态 这个大概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机会接触到 如果你有机会去念一些所谓的语言学系 或者是人类学系 或者甚至人类语言学系 那你可能在跟看一些特定语言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发现这些还 你不是很熟悉 但是还蛮有趣的pattern 那这个东西你我考试应该不太会考 但是你就了解一下我在说什么东西 这样就好了 他很重要 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知道 你该怎么说 第九个叫做subjective morphology 什么是subjective morphology 他不是加东西 是拿掉一些东西 他说not a rare process where about one or more seconds because I'll meet it from a word 我们常说我们在表现单复数的形式的时候 我们常是单数变成复数 和我们刚刚讲的Iconic feature 那个所谓的design feature of the language 所以我们说 Iconicity告诉你说单数变成复数 那普遍我们会把单数的问题 去加上一个affix 或是去执行所谓的reduplication 去把它变得更复杂 那他告诉我们说 有些时候你观察到语言 是不是反过来的 他说在这个语言里面 可能reaps跟rip的对比 okreaps长这样 然后reaps长这样 所以他单数变成复数的过程 是把这个p拿掉的 他单数变成复数的过程 不是去加上一个东西 是把现有的step拿掉一个东西 所以warrior变成warrior 单数变成复数 一样他把最后一个子因拿掉了 所以我们说他叫做subtractive morphology 但这边一定会有一些争议 你必须去看他整个语言系统 他的就是所有的名词 单复数的形成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基本上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 他可能是请个特例 那你大概就可以 通常原学他就会去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例子 那这边可能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 语言学当中的mark跟onmark的概念 什么是onmark 就是你没有特地去标记他 就是所谓的basic pattern 最基本的形态 譬如说英文的基本 动词基本形态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加的 那mark的形态是什么 你加上ed变成过去式 因为你特别标记他 那就是所有的动词的基本形态 都是所谓的 现在是不见得 大部分语言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 原住民语 比较原始的语言 他的基本形态常常是过去式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最常使用的动词形态 我们讲话之后 一大半都是在聊述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基本上你讲出来之后 他就几乎都已经发生过了 除非你现在在plan 你应该要做什么 你应该要吃什么 现在会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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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那种状况 他可能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 non-pass的状态 但是大部分我们使用一个动词 我们在描述 一句话 或者是使用一句话 只要大部分的时候 那个动词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很多语言动词的基本形态 所谓的onmark的状态 是所谓的过去式 他就说 当我们在讨论mark跟onmark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mark就是 你把onmark的东西再给他一些标记 但是对于这个智慧而言 什么是onmark 什么是mark 就会有一些争议 那你讨论到ring的时候 他到底是一根还是一排 还是你看到 他几乎都是一排好几根 所以会不会他的基本的onmark的形态 就是物数 会不会对于他们的文化而言 我在讨论所谓的warrior跟warriors的时候 他会认为我看到都是一群去打仗的人 所以他总是一群人 所以我会认为复数的才是基本的形态 所以当他变成单数的时候 其实我是加上去的东西 只是我们去把复数辨认为是这个语言 这个智慧的基本形态 那这边会有一些争议 那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必须要去看更多有关于这个语言 他的智慧的taten 他的结构 才可以比较下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那只是他告诉你说 这个可能不会是常常见到的语言当中的 mothological process 但可能一个语言当中 你会找到一些特定的智慧 那在他形成的过程当中 他似乎在执行这样子的mothological process 所以我们稍微提到一下 这也是特别没有 但因为他还蛮特别的 所以稍微提一下 那所以其实这一定就是关注到 我们去讨论一个语言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考虑到使用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的人 还有他所处的 他存在的文化 到底概念 对于这些智慧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 当我们去定义什么是基本的 什么是特别的 什么是需要特别标记的 有时候其实就跟这个语言所处的文化 他的使用者 他相信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关 那这个应该就是语言学比较后面的长期了 将来有机会去修一修一些所谓的 anthropological physics 你应该就有机会去学到类似的概念 尤其是人类语言学 他一定会讨论这个概念 语言跟文化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语言影响文化还是文化影响语言 这个在语言学上说是有正义的 语言结构去影响到文化 还是文化影响到我们怎么去使用语言 还是他们互相都有影响 其实这个都还是蛮有趣的议题 将来有机会 这个可能没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去修其他语言学的课 有可能有机会聊到 第10个是课本也花了大概 intersection讨论的compounding compounding是什么 其实就是compound 他说compounding involves combining roots 就是所谓的free market to form new steps 就是你把既有的free market 把它combine 起来去创造新的智慧 这我们已经看过很多 什么leopard, scarecrow, landlord, slave 这些所谓的compound 他都是由一个以上的free market 把它combine 起来 然后在意义上面 经过一些调整 然后去形成语言当中新的智慧 这个一定是语言当中常常发生的现象 不管是中文 你们都一样 我们会把既有的智慧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去赋予它新的意义 那课本其实对于compound 有一些重点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你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他说 generally speaking English the part of speech of the whole compound is the rightmost member of the compound the head of this compound 我们之前讨论the root of compound 说什么是一个compound root 就是这个compound里面 就它的语意来说 最重要的那个component 我们说它是the root of this compound 但还有另外一种定义方式 是我们去定义the head of this compound 那就一定跟syntax有关 因为每一个phrase 它是一个MP 一个VP 一个PP 它都有the head of this phrase 就是决定那个phrase今天是属于什么样的 word category的那个component MP 为什么是一个MP 它不是VP 因为主要在描述那个名词 所以那个名词就是the head of this phrase 它说compound的过程当 结合过程当中也会有类似的现象 我们叫它做the head of this compound 譬如什么 它说high chair 一个是形容词加上一个名词 它说skin feet 名词加上形容词 Scarecrow 动词加上名词 但是什么哪一个部分决定了这个完整的compound 它的词性 它说在英文当中通常是出现在最右边那一个 所以share是名词 high chair就是一个名词 skin deep是一个形容词 那deep是一个形容词 Scarecrow 是一个名词 然后最右边那一个component 是一个名词 一定会有例外 那它比如告诉你说第一个一个语言当中一定你可以找到很多的insactions 那第二个就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会不会有些语言它的hand会出现在最左边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出现在左边有时候出现在右边有没有可能 只是它告诉你说英文大部分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它说第二个compounds are not limited to two words 没有问题 它告诉你说什么是compound 就是我们太常使用这些连续的智慧 它可能曾经是一个phrase 它曾经不是一个字 但因为我们太常使用 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发当成一个专有名词 他说譬如所谓的community center by the next committee 说它是一个字吗 如果可能在某些compounds下面你太常使用了 可能这个社区就有这样子的committee 你太常使用它就变成了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字 然后会有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通常你不会在中间去加上任何的形容词 去形容中间的任何一个部分 或者你不会把中间任何一个tramp去加上部署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代表某个特定的意义 就是复杂的compound 它不见得有一个只有两个component 它可能会有三个component 有时候可能会有四个 特别给你例子更多 所谓的rework and 组合而成的compound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它说 conventions were writing toward compound English are not consistent 不见得原来 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找到规则 它告诉你说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规则 比如说living room 你写的时候习惯中间要空一个 但是basket room的时候你就是不会空 你说8man 你中间就会留一个high分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compound 你会把它连在一起 什么样你中间会留一个space 什么样你会留一个high分连起来 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性 这是唯一正确的写法吗 也不见得 就算你把所谓的8man把它连起来 或者中间空一个也不会有人说它是错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所谓的conventional 所谓的conventional writing style 但是不见得它可以找到一定的规律性 但基本原则就是越长使用的 它通常距离会越紧 但是你说难道living room 没有那么长使用吗 basket room 比较长使用 也不见得 或是这两个component 它中间的关系比较近 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吗 然后关系比较远的 我们有比较多 从不同的解释 我们就把它分开吗 都有可能 你都可以去解释 解释它的写法为什么不一样 但是只能说圆圆里面 我们似乎没有找到一个特定的规律性 去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它要连起来 什么时候它要分开 什么时候它中间有一个high分这样 下一个它说 compounds may consist of clean organs compacts were derived by acquisition or even worse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of compounding 所以一个compound的过程当中 可能包含一个以上的morphological process 它说dishwasher它有一个compounding process 没有问题吗 dish加上washer 但是这个compound结合的过程当中 他说他有没有evolent 他的morphological process 他说有 wash会先变成washer 再跟dish合在一起 所以他中间有包含submixation 先发生 然后compounding再发生 你先有dishwasher 你才会有dishwash这个动词 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动词的话 那empty handed也一样 它有一个submixation 也有一个compounding 或者是他告诉你说 lifeguard chair 它有包含两次的compounding 这样的process 在它的结构当中 life先跟guard形成一个compound lifeguard再跟chair 形成另外一个compound 所以他告诉你说 一个compound结合过程 可能不只involve 一种单一的morphological process 可能会有更多的education 甚至其他的morphological process 发生在它的结构当中 下一个他说 the chess panel would come out is us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hess panel in the grace samples so the same words in the same order 所以一个compound 都是有一个grace-like的同意 所以通常那个compound 它的结构也会跟它的sympathic 入我通常是有关联的 所以他告诉你说 ,重音会摆在不同的地方 所谓的blackbird blackbird 你摆在第一个 第二个他会决定 今天我们可能把它当作是一个lexical 还是sympathic status 这个课本都有描述 其实都是你应该已经知道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刊定 下一个他说 menial compound may not be the combination of its component morphians 但结合成compound的过程 我们会去调整它的语意 譬如什么 他说alligator shoes 所以应该是从另外一本语干课的例子来的 alligator shoes 是什么 鳄鱼皮的鞋 所以是鳄鱼皮做真的鞋 但是不是鳄鱼穿的鞋 同意吧 不会有人说alligator shoes 是给鳄鱼穿的鞋 但是他说同样的 他说horseshoes 不管他鞋白不一样 但是他结构很像 都是一个什么动物加上一个shoes 但是horseshoes不是马蹄做的鞋 是什么给马穿的鞋 套在马蹄上面的 让他可能帮他受伤 还是马蹄我不知道这个用意是什么 但是总之是套在马的脚上面的鞋子 但是alligator shoes 不是套在鳄鱼的脚上的 而是套在人的脚上 但是由鳄鱼的鞋做成的鞋子 所以他告诉你说 即使这两个 他的component看起来很类似 结构看起来很类似 但是他连结 与意连结的方式不见得一样 即使在同一个语言当中 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康号 他的语意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不见得每一个例子 你可以找到一个规律性不见得 可能每一个康号 他都会有他自己的故事或是历史 这是整理出来 特别要你注意的这几个内容 其实特别有很多的例子 大概在4.2.4吧 166页 他说 Compounding is a process that both new words not by means of ethics but from true or more it can work 所以他是从 free word 变 把它旁败在一起 而形成的新的智慧 而不是由一些所谓的 ethics 或是一些所谓的 bound market 组合而成的智慧 特别我给你一些例子 他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 compound 他可能就是单纯的由 free word 变组成 比如说 girlfriend boyfriend textbook 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找到 所谓的 compounding of ethics words 就是 acquisition 发生了 然后我们再去把那些 包含有accusation 形成的智慧 再去跟其他的智慧 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 compound 他给你的类似 所谓 air conditioner 所谓 airing work 所以这个安静 不管他是 DA 或是 IA 他都有可能形成 accusation 这个 process 或者是什么 compounded of compounded works 或者是一个 compound 再加上另外一个 compound 形成一个新的智慧 Air跟 crash 先形成一个 compound Air crack carrier 再形成一个 compound 所以大概类似是这个概念 然后这边有 给你们看一下 对啊 这边包含什么 他的重音啊 他的语意 都是我们刚刚讲的例子 语意一定会经过调整 还有什么长度啊 他不可能不只是有两个 more band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盖成是一个刚好 min shop 你去把 ice cream 挖风口 可能你去买冰淇淋的时候 他就是某一种特定的挖风口 大家都是 太常见了 每一间 每一间卖 ice cream 不管是车子啊 或者是小店 他都有这样的挖风口 所以很多人点 他告诉你说 他也可能形成一个专用名字 他可能形成一个 compound 所以这时候 他就会有12345 6个字 但还是会有争议 应该会有人不觉得 他是一个 compound 因为你中间的字可以替换 或者你可以加上更多的 更多的形容词之类的 然后下面他告诉你说 他方的结合过程 可能各个语言当中 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 它说在 German 里面 它叫做 miracle child 或者是 desk 他是用所谓的 right table 去形成的 但是你想说 right table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那个 table 上面可以写字 还是你是使用那个 table 然后去写字 还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应该说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很很顺其自然 这两次结合在一起 好像就是代表这种特定的意义 但你仔细去想 其实他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联结方式 就语义上面来说 但是每一种语言 他会去选择他自己特定的一种 所谓的 semantic association 就是语义上面的连结 然后去决定 每个男朋友 跟这个新形成的智慧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课本的前面 介绍的几个男朋友 说话 现在就只有这些 affectation 然后 compounding 然后reduplication 然后ordination supplation 可能只有介绍这几个 但是我们的powerpoint 还有多几个 然后 应该剩下还有minor 还有十个 下周回家再想想要不要介绍下面的十个 下面十个 其实就 比较 不是这么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那么productive 什么叫productive 就是 你能不能没有这么普遍 可能一个动词 可能几乎每个动词 都可以对他做同样的事情 每个动词都可以发生 affectation 如果我们讨论reduplication 他发生在名词上面 是不是每一个名词 你都可以对他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些minor 他可能会用在我些特定的智慧上面 那我们又在想想要不要去教那个部分 但是我曾经考过的题目 如果我们是用 刚刚我们讨论的十个major process的话 那我可能会出这样一个句子 然后要你告诉我说 这个句子当中到底发生了哪一些 的majorical process 那这个都是我考过的题目 因为考过也不会再考 所以我会把它当做算科的辨识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题目 你会怎么回答 比如第一题 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先说 OK 这边有一个什么 sophification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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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吗 这个加这个 两个都是 有人就拼命要写diration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 他说全部都是diration 可以吗 不行 OK 所以除了sophification之外 还有没有sophification 还有没有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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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这边有一个derivational 还有inflectional derivational 把manage 动词变成名词 这边还involve一个 还involve一个sophification 这边也有吧 这样吗 这样吗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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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举手 没有的举手 不知道了 忘了 也不知道我刚才讲的多少 还有一个啊 这考试的时候 可能就一个人都漏掉 那我怎么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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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stress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所以这是什么 这还有一个 autosegmental variation 所以我们改变了 它stress pattern 然后去改变了 这个字的词性 complete 动词 它为什么变成名词 因为我们把重音 它的stress移到了 the first syllable of this word 把它移到了 第一个音节 那当然 一旦带了重音 它母音的 特质也改变了 所以我们的母音也跟着改变了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 autosegmental variation 所以这是我考过的题目 但是通常我们会漏掉的都是 complete 跟complete 这两个东西 第二题 第二题 就比较简单 foot 跟feet 这是什么 sufflution 还是alternation alternation alternation 因为 只有改变一个母音啊 所以 这两个字 你基本上还是认得出来 它们是相关联的 但是 改变了 这个stand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所谓的 phonetic sound 然后去赋予它 所谓的single 跟plural之间的变化 这是什么 foot 加上 r 加上bo 所以是一个compounding 没有问题 然后 compounding 可以再形成一个新的 所以这又有一个compounding 然后呢 形成之后 还可以加上sufflution 可以把它加上复数 从单数变成复数 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吧 这个 suff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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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两个 你看到几个sufflution 你就要把它标记出来 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个句子里面有sufflution 没了 那至少出现在哪里 你告诉我 出现在一个地方 那你就 你也不见得要这样标 你可以告诉我说sufflution sufflution 你可以这样标 你就不用写两次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比较 比较 也没有比较快 但是总是你就想一个办法告诉我说 所以你观察到它发生在这两个地方 没了吗 jumpounder jumpounder 是什么意思 拿着枪去 去打猎吗 打猎什么 工作 工作怎么猎 你就是去找工作 他说jumpounder like her should be hired 到处找工作 他就是一个猎工作的人 所以这边有一个所谓的compounding 其实你如果上到minor的话 你该会知道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metaphorical extension 他真的就不是一个可能带着枪去打猎的人 而是语意上面有延伸 把他从可能打猎的场合 那个中文叫什么 猎场吗 总之就是从打猎的那个所谓的feel 把他带到所谓的职场那个feel 所以我们说在语意上面 我们有做一些延伸 那这是在minor 我们会讨论到的 但是至少 这我们刚讨论到的watch process 你知道这边会有一个compounding fashion 就写完了 就写完了吗 就写完了吗 这两次有关吧 这是同样于动词啊 只是他是不同的形态 什么意思 最后一个supplution发生吗 他是同样的动词 只是一个可能用在主词是战胜单数 然后实态这个presenthands的那个动词 而一个是跟在诸动词后面 你必须使用所谓的圆形的形式 那我们会说他们两个都是同样的V动词啊 只是出现在句子 可能不同的synthetic context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决定去使用不同的语法性式 还有没有 这个是 我没有交case 所以这个是subject 这个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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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presenthands 那都是讲什么第三层单数 然后他都是一个所谓的beminent pronoun 所以同样的代名词 只是出现在不同的语法的场合 你就会决定使用she 还是her 两个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supplution 发生了 ok齁 好 这时候其实就细心一点 观察一下 你看到的这些相关的智慧 不要只是看到什么satisfaction啊 什么apprecipitation啊 会有一些可能我故意出的东西 那你就要把它找出来 下一个也是一样 he made his choice to make sense right 那这个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了 不会再给我骗了 所以 有一个satisfaction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就知道 he跟his 他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所谓的satisfaction 然后make跟made 的 是差别在一个什么consonant 他就会有个什么fultination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考试不管我怎么出 其实就是 就是你懂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你们是线上考试嘛 对啊 所以一定会有手写的部分 因为你要画书章谱 所以要有进行准备 留一些时间给手写的部分 因为要手写还要上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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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平常考试也是90分钟啊 如果来考的话 所以 应该会给你们两节课 整个时间这样 然后我看剩下10分钟 所以我们该来不及做树状族的练习 所以我们下 下周第7周 再来就是第8周考试 所以下周我会带 多给你们各种不同的练习吧 那如果minor 我没有时间上 可能就要跳过去吧 课本也没有讲 但课本讲了一定要上 所以课本讲了 一个东西是 课本好像还有一个section 我没有讲的 4.4我讲了 诶 4.5 4.5我一定来不及讲 在哪里啊 mobolage pro-typeology 这边啊 4.3 mobolage pro-type of language 4.5应该会直接上课本 所以他会把语言基本的分为 analytic language 跟synthetic language synthetic language 又会分成三类型不同的synthetic language 会因为程度的不同 然后去把语言做分类 所以下一次我应该会上这个部分 4.3的部分 所以你回家可以先预习 然后剩下的4.5 mobolage pro-type of language 我觉得其中跑前我上不到 然后我觉得下周 我还是把minor跳过去 所以我会 给你们一些书上课的练习啊 因为你们好像还没有练习过 直接考试问题会蛮大的 所以先这样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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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